姑娘 纵臣上下看了他一眼 没有在他身上发现有伤 顿时就放心了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在山上找到一个人 好像是之前山下野兽袭击的幸存者 我听着他说的那些话 感觉有些不对 就把他给杀了 那些人就发现了我的存在 我赶紧的就按照姑娘说的 来到了这个山洞 山下野兽袭击的幸运者 当时在山下的人全都已经死了 除非他一直都躲着没有出现 有萍猜到这件事跟他们家姑娘有关 却不想连问萍都知道 姑娘 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来话长 下山再说 他们有好几百人 现在应该在到处找我 我不知道姑娘你们是怎么上山的 但是我感觉 我们要下山 却不是这么轻松的事了 有萍对山上的情况 了解的更多一些 现在山上的那些人 应该是卯足了劲的在找他了 宋辰沉吟了片刻 情况应该是跟有萍说的差不多 他们上山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受到 有人在往这边靠近 现在应该就在这附近搜索着 我先出去看看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 遇到紧急情况放心后 我会马上赶来 姑娘 您不能出去 还是让我去查看一番吧 你们保护好姑娘 如果我一个是深深的没有回来 你们就带着姑娘 去庄子那边找苍衣 只能是我去 宋辰面色平静地走到他们前面 在你们没有来之前 我就是在这山上采阳为生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这座山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我绝对会安全回来 姑娘 让文平跟着您一起去吧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他一个人的话 万一遇到什么情况 他可以直接躲进空间里面 任何人都发现不了他 带着文平 这件事就无法实施了 有了之前在文平他们面前 把大白虎放出来的事情 宋辰是绝对不会 再把关于空间的任何一点 暴露在他们的面前的 有时候人多 并不见得是好事 我一个人可以灵活安排 你们全都记住我的话 一旦有解决不了的情况 第一时间给我发信号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来 离开山洞 宋辰就顺着自己感觉 十分强烈的方向找去 找到他们之后 他还要搞清楚 他们下一步的目标 几百训练有素的人 如果目标真的是 对准他们北关村的话 他们北关村是抵挡不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市场地点栏